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批准授台的武器包括所谓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相关设备 总价11.6亿美元 雷达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8.28亿美元 其中三套所谓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备受关注 台军方人士称 这三套系统将部署在大台北外围及重要军用机场 以强化台湾所谓空军基地及台北的防卫战力 不过 岛内军事专家指出 就实战而言 该系统受限于发射导弹的性能 本质上是用低端防空系统拦截低端空中威胁 该系统主要采用拖曳式部署模式 无法做到几打几走 实战含金量非常低 而台军吹嘘该系统战时机动性好 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所以这个东西只是玩假的嘛 你还把它当成 哎呦 北约的善意 没生气了 看到没 这是真正专家的 这个我买来干嘛 岛内舆论认为 美国向台湾提供的 所谓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暴露了当前台军防空能力陷入了困境 大部分防空设备都已经过时 同时 台军原计划用所谓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替换天兵禁防系统 后者的服役至今已经数十年 不过 台军仅采购了三套 所谓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根本无法真正取代老旧的天兵系统 不仅如此 台湾联合报还报道称 在未来五年内 台空军35毫米防空宿射炮 AIM-7麻雀防空导弹 T-820 20毫米防空机炮等 以服役20年到30年的装备将全部退役